注意看 女人小心翼翼地用木具将肥皂分成两半 随后用小刀在中间挖出个长方形凹槽 接着拿起一根金条就往里面塞 最后再将肥皂重新合上 只要用烧红的小刀在肥皂的缝隙处轻轻涂抹 便能将家里的一整箱金条 以及五花八门的金银首饰 全都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进这堆肥皂 可当第二天弟媳妇问起金条的下落 她却直接咬死不承认 没有金条 如果真有 那个就是定时炸弹 得赶紧处理掉 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 私藏金条可是了不得的大罪 女人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可她自己却出不去院子 于是只能将此事拜托给保姆雨嫂 我答应你 一定回来 她让雨嫂打着回乡探亲的皇子 并一路将她送到了大门口 可正要把肥皂递给她时 谁知却被看守一把叫住 哎 抓住 你们干什么 冯司令让我们留意进出小白楼的物品 女人吓得连忙将肥皂往后藏 雨嫂意识到任务指定是完不成了 为了防止被发现 她一把将女人推回了院子 随后迅速关上了大门 看着门外被检查的保姆 一旁的小侄子却将女人拉了下来 女人顿时震惊不已 赶紧拉起小侄子就往屋里走 但更让她震惊的是 小侄子竟然提出要替她将金条笔送出去 看着眼前信心满满的小侄子 女人虽然不舍得她去冒险 但眼下也只有这一条路 大姑 你宁可别哭 你那要是哭了 咱们暗度陈仓就过不去了 说把她利落地抱起一箱肥皂 来到大门外接受检查 卫兵搜了半天一无所获 起料正当她准备放行之时 站住 竟然是冯司令亲自赶了过来 你拿这么多香皂 干什么 屋内的姑姑已经吓得是心惊胆战 而门外的小侄子却是一脸淡定地解释道 这个礼拜天 也就是我们冯手冰去孤友院楼堵 放了他们洗衣服 我拿点肥皂擦好一下呗 花头 就在女人以为可以松口气时 老奸巨华的冯司令却突然上前 抄起一块肥皂就直接掰成了两半 可戏里面却啥也没有发现 于是她又抄起了第二块肥皂 此时屋内的女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好在第二块肥皂里面也是空的 就在她准备去抄第三块肥皂时 小侄子却突然集中生智对她说道 笨死了 你说我 我怎么说我说 你找金条 这人那么跟地带什么 动我动脑子呀 人不能笨死啊 好好说话 我妈认出公司令了解冯军 让刚才给你借个地雷探作戏 把人楼也扫 啥都能找到 冯司令一听顿感 这主意确实不错 于是便大手一挥将小侄子给放了 殊不知自己心心念念的金条 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送了出去 而逃出生天的小侄子则将肥皂一一掰开 然后将金条整齐的码放在铁盒子里 我七月少年轻 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要轻视任何看似弱小的事物 因为最高明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